谢谢,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今天能够邀请到大家来一起参加Cosreft的一个Chinese Webinar,我叫党染,目前呢,目前在Spring Nature集团担任Atlantis Press Books的Actorio Director,也非常荣幸能够作为Cosreft的Ambassador, 为大家简单介绍Cosreft的一些内容,然后今天下午,下一部分呢,是由中文DOI注册与服务中心的郭晓峰主任,为大家介绍在中国Cosreft的注册的一个情况。 哇,酷,我可以看到来自Cosreft的同事Vanessa还有Amanda都在,也都在信上,他们会随时呢,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是的,虽然他们这个中文可能听不是很明白啊,但是我们会有一个translation的工具,会在里面, 因为我没有办法开视频,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对内容上会有一些介绍。 首先, 哎,我懂了。 首先,可能大家需要去了解的是,大家已经被静音了,但是可以随时在聊天框中来介绍自己,并且呢,进行提问, 以及我们最近能够进行下一步的跟踪,然后本次的会议将会被录音,到时候PPT呢,也会在会后进行届时进行一个分享, 同时会通过反馈表,我们会为所有的参会的老师提供一个出席的证明Certificate。 OK。 那么,我这边就先,我这边就先来开始了,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在对话框中提出。 这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一个简单的议程,主要包括四部分。 首先呢,关于CrossRef,我们会对CrossRef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对CrossRef来说呢,它会,它希望能够使研究人员的科学产出, 易于查找、引用、链接、评估和重复使用。 因为CrossRef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 它的存在也是希望为了使学术交流能够变得更好。 作为CrossRef呢,是一个已经拥有一万五千名会员的会员制的组织, 所以当有会员加入的时候, 他们需要同意CrossRef的会员条款。 这使得我们的会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benefits, 但同时也会需要他对其他的会员有一系列的义务。 所有的会员呢,都会被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DOI的前缀, 允许他们为发布的内容注册一个DOI, 就是我们持久的这个标识符。 我一直把DOI理解为我们注册内容的一个, 相当于我们身份证的独一无二的一个number。 除了DOI和内容的location以外, 我们的会员还需要向CrossRef注册有关该内容的一些丰富的一些原数据。 在这个已经超过了1.28亿个学术内容项目的原数据的内容存储中, 然后又通过CrossRef的开放的一个API和搜索, 公开提供一些服务。 内容注册呢,但是和DOI其实对于Publisher和所有的会员来说, 其实都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CrossRef提供一系列其他的服务, 能够确保我们的学术研究得到注册、链接和传播。 这张图呢,展示了我们的成员随时间增长的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看到在2000年,也就是第一年的年底, CrossRef一共有51名成员和附属组织。 到了2012年,参与CrossRef的赞助商计划的人的人数开始增加。 因为呢,赞助商呢是一个附属机构, 他们代表希望能够在CrossRef注册内容的比较小型的一些像Publisher还有协会, 并为他们提供技术和语言支持。 同时帮助他们进行计费和服务。 到了去年2020年,在短短12个月时间内, CrossRef有超过3100名新成员和附属组织加入。 对于CrossRef来说呢, 已经从Publisher这个词转移到了会员这个词上。 因为现在并不是所有的会员都自称为Publisher。 所有的Member都会创造和传播内容, 并且向CrossRef存放原数据。 同时能够在CrossRef的董事会选举中投票。 会员需要向CrossRef支付年费。 这个年费是以其出版收入作为基础的。 这个可以很容易在CrossRef的主页上看到, 在不同的发表区间以及收入的基础上的不同的一个费用。 同时呢, 会员需要为所有新的DOI支付一笔存放的费用。 CrossRef的第一批成员是来自于美国和西欧, 但是截止到今天, 我们的成员已经更加的全球化和多样化了。 现在已经发展到全世界有15000多名成员以及组织。 尤其是从这个表格上我们可以看到, 从2018年月1日起到去年的12月31日, 我们已经有收到了更多的, 特别是来自于亚太区啊, 拉丁美洲还有东欧这个国家的新成员。 这些国家都显示了比较强劲的一些增长, 也展示了他们对CrossRef更多的这种支持。 CrossRef提供的最主要的一个flagship的product, 其实就是我们的DOI和原数据。 当我们的成员加入CrossRef的时候, CrossRef会提供一个独特的DOI的前缀。 我们的成员呢, 就是您可以使用这个前缀来创建, 并且向CrossRef注册你自己的DOI。 这是一个, 这里展示的是一个URL的例子, 或者说是一个DOI的链接。 我们可以看到它由三部分, 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红色显示的是一个DOI的解析器, 它可以意味着它能够在浏览器中解析。 第二部分呢, 是CrossRef为成员分配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前缀。 这个前缀可以用来注册你所有的内容, 即使你是出版不同类型的内容, 比如不管是书籍或者是期刊, 不用太执着于这个前缀, 因为比如说由于一些publisher的合并或者是收购, 它的内容有可能会从一个publisher转移到另外一个publisher, 这意味着即使有一天我们创造了DOI, 但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就是当前内容的所有者。 最后一部分呢, 是后缀, 是我们自己决定并且分配这个后缀的, 以创建我们的完整的一个DOI, 它应该比较简单易读, 并且在前缀中也是读一无二的, 一般是数字和字母的随机一个组合,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呢, CrossRef也可以提供一个基本的后缀生成器, 这个可以在这个页面最下面的一个链接中, 在CrossRef的网站上可以找到, 每一个成员都会有一个独特的出版时间表, 这可以是每周每个月, 也可以是每年, DOI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注册。 当如果您已经有了内容项目, 并且准备注册的时候, 并且已经构建了你的DOI, 那么您这边就需要向CrossRef来提供DOI啊, 资源解析的一个URL和其他的原数据, CrossRef将原数据存储的形式是为XML的形式, 假如呢, 你不能向CrossRef来提供XML形式, 也不用担心, 因为有一些辅助工具可以来完成, 并来这个工具可以在幕后帮助CrossRef, 就是把它转化为XML, 基本的上传方式有下面三种, 下面我会一一的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种叫做上传XML的形式, 当所有进入, 这个CrossRef有自己的一个原数据的存放模式, 它的这种叫CrossRef Schema, 它是一组规则, 就定义的, 它是定义哪些内容可以被包括, 以及以何种格式来进行存储上传的, CrossRef的模式是非常严格, 并且非常全面的, 一些我们目前遇到的一些会员会通过CrossRef自己的模式, 创建他们自己的XML来注册他们的内容, 然后将文件上传到CrossRef的系统当中, 你也可以手动的将XML文件上传到CrossRef的系统, 在网站上这个很容易可以去找到, 不管是注册新的内容, 还是向现有的记录添加原数据, 这些都是可以的。 第二种形式呢, 适用于, 因为有一些我们的成员是不能生成自己的XML的, 所以第二种Web Deposit Form的话是比较方便的, 并且比较简单的一种上传模式, 这是一个手动输入的表格, 它需要逐次输入你的数据, 当它全部提交了以后, 就会写出并且提交成为自动生成一个XML进行处理, 你可以用这个表格来处理期刊书籍, 会议记录报告等等, 也不需要知道, 我们不需要知道它是怎么样最终生成了XML, 但是只需要我们完成这个线上的表格, 就可以提交我们所有的原数据到CrossRef当中, 这个表格呢也值得提的是, 它也用于补充原数据的存放, 比如通过CSV文件向现有记录提供基金和许可证的一个原数据, 第三种呢是通过与CrossRef合作的一些平台, 比如说OGS平台,Open Journal System, 因为很多我们的成员其实都是使用这个OGS系统来发布他们期刊的, OGS因为和CrossRef在不断的进行合作, 所以由OGS提供的一个插件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会员在这里注册内容的, OGS所在的PKP也在不断的提高OGS内提供的整体的DOI的导出的支持水平, 然后也是为了让OGS本身的用户呢在CrossRef注册内容更加简单, 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页面下面的这个网站去进行进行下了解, 那么我们可以在CrossRef注册哪些内容类型呢?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Journal Books以外, 其实呢像Book Chapter, 图书章节, Conference Proceedings, 会议论文集, 数据集, 学位论文, 报告, 标准, 像发布的一些Posted的内容, 就并不是Publish的内容啊, 比如说预印, 同行庭审, 资助这些都是可以去, 都是CrossRef可以接受的, 每种内容类型在CrossRef的这种schema当中都有一套独特的原数据和格式, 目前在CrossRef当中大概有75%是期刊的文章, 其次有15%是来自于书籍, 最新CrossRef有一种新的类型就是Grants, 虽然现在规模还很小, 但是随着资助者开始越来越多的加入, 也是一个快速增长的领域, 那作为我们的member来说, 无论你选择哪一种办法, 当你注册你的内容的时候, 就需要向CrossRef提供该内容的原数据, 在CrossRef的可以理解的这种信息的背景下, 原数据就是关于出版物的信息, 然后CrossRef又把这些提供给成千上万的其他的这种stakeholder, 让他们在提供的工具和服务中去使用, 因为CrossRef也有最低限度的要求, 因为他们需要支持各种各样的出版实践, 所以基本的原数据我们要求包括, 就如说标题、作者、出版日期、期刊号、 RSSN、RSBN等任何描述你所注册内容的东西, 同时呢, CrossRef还收集有关被注册项目的非书目的数据, 这可以包括比如参考文献列表、资金数据、 RK许可证的这个数据, 包括一些临床实验的信息、摘要, 以及关于项目之间关系的数据, 还有刊物,包括彻稿、更新等信息, 也是可以通过CrossRef旗下的CrossMark服务进行一个注册, CrossRef希望呢, 我们的会员向我们发布尽可能多的原数据, 并且这个数据需要整切并且干净, 因为你的数据,原数据越全面, 你的内容呢就会越有可能被发现和传播, CrossRef其实也一直在增加更多的原数据选项, 比如说ROR,就是Research Organization Registry, 它这个标识符也是研究界组织的一种比较独特, 以及持久的一个ID, 能够在各种学术系统和服务中被整合和链接, 一旦呢,一旦您注册了第一个内容项目, 需要确保在这个文章的一个登录页面上显示你的DOI, 这个登录页面要包括该文章文献的所有信息, 然后呢DOI会展示为一个链接, 这里展示的是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论文的title, author,department affiliation, 出版的journal,volume,issue, 包括它的一个DOI的一个链接是非常全面的, 注册我们内容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呢, 是要链接和注册我们的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的链接呢, 就是指我们在创建引文的列表的时候, 要包括crossreft的DOI, 它显示为一个URL, 就是我们这个例子当中的第二个部分, 因为当我们的参考文献有这个crossreft DOI的URL的时候, 这使得我们的研究人员能够从参考文献的列表中追踪到其他全文件的链接, 然后帮他们建立联系, 并且发现一些新的研究, 同时因为它是DOI, 它就不仅仅是一个链接, 它能够保持持久性, 就是persistence, 因为crossreft的宗旨其实是团结, 学术界来一起工作, 所以参考文献的链接是所有crossreft成员和所有当前期刊内容的一个义务, 所以我们比较鼓励包括其他的内容类型, 比如说书籍啊, conference proceedings啊, 还有一些回溯的文件, 也都能够进行更多的这种链接和联通, 当每个人都链接他们就是这个参考文献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研究就会走得更远, 因为如果正确引入, DOI它就不会中断, 它始终会引导我们的读者找到我希望找到的以及发现的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当中就有可能包含我们自己的研究内容, 所以当DOI显示的时候, 任何人都可以复制分享他们, 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就是让跟踪人们在哪里, 以及在何时何地分享学术内容, 这其中也包括社交媒体, 这个时候呢, 链接参考文献是不收费的, 因为Cosreft希望尽可能让人们能够使用, Cosreft会提供一个简单的文本查新工具, 然后呢可以通过粘贴参考文献列表, 回到Cosreft的系统中进行DOI的匹配, 您可以通过这个页面下面的一个链接来进行一个了解, 那么注册好我们的内容, 链接好参考文献之后, 维护我们的注册内容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读者就能一直找到, 并且使用我们发布的一个内容, 并且能得到内容的最新信息, 所以我们可以就是, 其实始终要把这个DOI看成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东西, 因为我们可以不断地去充实它, 现有的原数据也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扩充以及更新, 同时也不需要额外的费用。 那么如何加入Cosreft, 以及成为Cosreft会员的一些益处呢? 相信今天来参会的很多老师都已经是Cosreft的成员了, 但对于任何新的希望加入, 以及了解Cosreft的人来讲呢, 大家可以通过Cosreft主页上面的 Become a Member这部分来进行了解, 并且提交一个申请。 当然这个申请会需要大家提供一定的信息, 比如包括我们的组织网站啊, 业务联系人啊, 账单联系人等等等等。 我们其实知道, 因为如果要成为会员的话, 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内容注册之后, 需要缴纳一定的年度的费用, 所以说有一种新的模式呢, 是与赞助商的合作, 这种赞助商的合作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参与障碍中成本和技术能力的部分, 所以就是通过一个赞助商的服务, 可以与其他会员有同样的一个义务和一个benefits, 但是赞助商会中间有一个人代表所有的被赞助的小型的期刊或者publisher来提供CrossRef的服务, 所以赞助者提供的帮助包括可能有注册内容, 计费, 管理技术支持, 语言支持等等, 然后呢, 他们会向CrossRef支付一笔固定的年费, 涵盖所有合作的组织, 然后通过赞助者加入的会员就不再需要向CrossRef直接支付费用, 但是有可能需要向赞助者提交一笔费用, 因此与赞助者进行达成一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想了解就是CrossRef目前已经有的所有的sponsor来说, 可以通过我们页面最下面的这个网址去了解已经与CrossRef有合作的, 这个这个有的赞助商。 那么我们作为会员来说有哪些义务呢? 首先我们需要为任何有可能被引用的内容指定DOI, 并且提供它的landing page, 并且及时的向CrossRef注册这个内容, 存放数据, 存放我们准确并且干净的原数据, 并且保持它一直在更新, 同时进行参考文献的链接。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内容类型具体义务的一些问题, 可以直接联系contact, 就是联系这个support, 下面CrossRef的邮箱, 然后您就可以很快的获得这些问题的答案。 那么我们成为会员之后呢, 我们的益处可能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呢, 为我们的内容会创建一个持久的引文标识服, 也就是我们的DOI, 同时我们会成为一个学术网络的一部分。 在这个网络当中, 我们作为成员之间持续的相互链接, 就能提高研究的可发现性, 被发现性, 以及可重复使用性。 然后同时我们能够与更广泛的学界, 共享你的原数据。 在CrossRef当中成为会员之后, 我们可以获取到CrossRef提供的工具和服务, 像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similarity check, 一般通过authenticate去进行一个查诚, crossmark, 对于文章更新, 就是发布CrossReflection之后, 跟原有文章之间的一个mark, 并且能够不断地进行更新这个版本。 然后来自于Founder的Registry, 包括Satibye,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获得的服务。 最重要的, 也有很重要的一点呢, 是让人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作为会员制的一个组织, CrossRef是由董事会来管理的, 而董事会呢, 也是由会员代表组成, 所以所有的会员都能为统事会, 都有可能被统事会推荐代表, 而且我们所有的会员都有投票权, 这也代表着所有的member都会有一个发源权, 可以来决定CrossRef的工作重点, 因为CrossRef的原数据它是标准化的, 并且机器可读的, 所以对于很多组织都非常非常的有用, 通过他们的工具还有服务的话, 能够让我们的内容更加容易的被发现, 这一页呢主要展示的就是一些类型, 就是利用这种类型的组织的例子, 当然会员自己也可以能够使用CrossRef的 一个免费的API进行, 对这些数据进行进一步的使用, 当我们在注册内容时, 包含的原数据越多, 就有越多的数据点, 可以帮助我们内容被发现,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帮助和信息的话, 可以参考CrossRef的Support Documentation在以下的这个网址当中, 同时呢也可以通过email到Support以及member这个网站进行询问, 我也比较推荐的是在这个社区论坛当中, 因为可以用中文英文以及其他任何语言向小组发布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活跃的一个community, 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当时Wenessa有一个今年CrossRef的一个今年的strategy的一个介绍, 然后他就是把这个发布到community当中, 很快我们获得了13种语言的一个内容的一个翻译,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这样还是比较活跃的一个社区, 同时如果想了解CrossRef的其他的webinar的话, 也可以通过webinar的网站去进行一个寻找, 因为一般都会有录音, 谢谢大家, 我的部分到此结束, 下面呢由郭主任委给大家介绍, CrossRef在中国是如何进行注册的, 谢谢, 当然, 我需要建议吗, 我退出吗, 你那个帮我翻译一下PPT吧,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 我这一部分呢, 主要是介绍这个中文DOI这边, 怎么样写手CrossRef为中国的出版者来服务, 我是来自这个中文DOI注册与服务中心的, 再帮我翻译一下, 那大家可能那个如果对万方数据很熟悉了, 那这一页可能就不用特别的留意, 主要是万方是一个中国领先的互联网专业信息服务商, 从93年呢就开始在中国服务了, 建设了这个中国第一个专业的信息的数据库, 那么现在的万方数据的制服务平台呢, 能够覆盖8000多种的专业期刊和690万篇的硕博士的学业论文, 以及1400万篇的专业会议论文, 还有中外的专利啊, 科技报告标准等等, 那么特护者包括高校和图书馆, 企业政府啊, 还有生物医药啊, 还有这个基础教育等等系列的产品, 还提供一些增值的服务, 包括的DOI啊, 还有那个中文乐文的相信检测这些哈, 这些大家可能都了解了, 然后万方呢, 从前几年那个对万方数据的平台更新以后呢, 就也提供了对国际和国内科技资源的广资源, 广泛的发现和链接, 如果在座的有那个办国际期刊的啊, 就是没有CNN号, 没有国内的CNN号, 只有ISSN号的这种啊, 这个编辑部的老师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那个万方现在也对这种国际刊的进行收录, 然后这个DOI这部分呢, 就是是07年开始呢, 万方数据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联合成立了这个DOI的注册机构, 叫RA, 那么是亚洲和中国的第一架的这个DOIRA, 中信所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 就是中国的这个科技期刊的科技核心期刊, 那么是由这个中信所来这个认定的, 就是这个科技核心啊, 这个事儿, 所以这个在期刊这一块儿吧, 中信所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 目前呢中文, 我们这个成立这个JRA就叫中文DOI注册服务中心, 目前我们的这个DOI的注册总量呢, 是超过了3500万, 期刊的这个种类超过7800种, 好, 下一页。 我们与CrossWive的合作呢, 其实这个目标也比较这个简单好理解哈, 因为CrossWive是发展最早和规模最大的RA, 那中文DOI呢, 现在是规模第二位的RA, 那么这个我们两个RA呢, 分别是侧重在英文领域和这个中文领域吧, 所以那个我们就是可以互相的有很多的合作, 取长不短, 13年开始呢, 13年的9月份, 我们就跟CrossWive签订了Sponsoring Entity的这个协议, 这个所以现在我们也就是刚才当然介绍的呢, 就是这个是在国内唯一的一个sponsor, 那主要是协助CrossWive在中国开展服务, 为华语圈的期刊使用这个CrossWive的一个服务来提供这种全方位的支持吧, 包括了财务上的技术上的和这个咨询啊, 这种这些方面的这种服务, 那么目标呢, 主要是促进中国期刊在国外被发现被引用, 来提升这种国际的影响力, 然后我们这边是集成了这个中英文的服务, 那么能够为中国或者说华语圈的这种期刊吧, 来提供更多的这种使用DOI服务的这种选择, 好,下一页。 那么我就大概介绍一下就是国内的期刊或者我们华语圈去看啊, 怎么样去选择这个DOI服务, 我们现在其实提供两种就是在国内主要是两种服务吧, 一个是中文DOI的服务, 另一个是CoreServe的服务, 那么中文DOI的服务也分两种, 一种呢叫这个独立注册, 那么我们主要是面向中文资源的本土化的, 当然我们也是提供这个英文和中文的双语的远数据, 然后这个服务模式跟CoreServe也很像, 独立的这个会员账号, 独立的前缀, 然后完整的这个会员的服务, 然后你希望这个DOI链接到哪个网站呢, 是由用户来自己来设定的, 随时可以更新, 那么注册速度呢是由用户来自己掌控的, 由会员来自己掌控的, 费用这一块呢就是一个年费加注册费, 我们的DOI注册费呢是一块人民币一条, 然后如果就是就是过刊啊什么的, 还有折扣, 这种服务流程呢主要是跟办法数据来签署协议, 分配前缀开通账号, 然后这个用户自己加工注册DOI数据, 然后发布DOI, 也可以使用使用其他的增值服务, 那么这种呢就是适合有独立网站的期刊, 特别是那个我们中文DOI呢从09年开始吧, 就跟国内一些比较主流的网刊系统啊, 包括秦云马克泰克啊, 还有这个三才啊, 现在还有这个人和等等这些啊, 还有方正啊, 这几大的这个网刊系统吧, 我们都是有合作的, 对这些对使用这些系统的这个这个期刊网站呢, 期刊出版社呢, 我们是有更方便的这个服务, 所以这种是适合这种独立注册的, 那么还有一种期刊呢, 就是还有一些以前量比较大, 就是期刊没有自己的网站的, 那么都是由万方来全文收录的这种期刊, 那么我们当时是被这个这种期刊呢, 是统一的由万方来提供服务, 万方来统一的使用万方统一的前缀, 然后最后链接的, 是由万方来加工数据来注册到万方的网站, 链接到万方的网站, 这种的服务是免费的, 当然这个前提就是要由万方来全文收录你的期刊, 那这种的注册速度呢, 主要是取决于这个万方的这个加工上网的这个周期, 这种服务呢, 就是要与万方来签订期刊全文上网协议, 或者DOI授权书, 然后这个我们期刊出版那边呢, 可以在那个纸刊上啊, 或网站上啊, 纸刊上印刷上DOI的, 然后这是中文DOI服务的两种模式, 还有呢就是CrossWive服务的两种模式, 那么刚才第一种也是独立注册呢, 就刚才向党染介绍的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到CrossWive的网站上去申请会员,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是你可以使用它的各种服务, 这个呢比较适合呢, 就是使用英文特色的这种服务的这个期刊啊, 它的英文的技术能力也比较强, 商务能力也比较强, 然后经费比较充足的这种英文期刊, 那如果在国内想使用这个CrossWive的服务呢,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通过我们这边去代理注册, 其实这个服务模式就是这个代理注册, 刚才当然也介绍了, 就是说它的那个会员账号啊, 各种前缀啊, 这些都是独立的, 使用它的服务呢, 也都是完全可以这样申请的, 只是通过我们来这个代理呢, 通过我们这个赞助机构吧, 来代理的话呢, 就是我们是给大家提供一些通道吧, 就是比如说这个收费的时候, 由我们的统一来收, 然后我们再转交给CrossWive, 然后呢, 由我们来提供一些技术和这个咨询方面的这种支持, 那么这种就适合于这个, 希望使用这个CrossWive英文服务的, 尤其是它这个相似检测啊, 这些服务啊, 是非常的, 对英文期刊是非常好, 而且价格也是很便宜的, 那么这样的呢, 如果是技术, 在技术能力和这种商务能力上有限的这种期刊呢, 可以通过我们来帮助这个代理注册, 是这么一个, 主要是这么集中这个模式吧, 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 下一页。 那么对于这种这个CrossWive代理的这种服务呢, 我们主要是协助出版社和编辑部来申请这个代理会员, 然后我们来代收费用开发票, 然后提供本土化的这种技术支持和系统级别的这种支持, 一会儿我可以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系统和CrossWive的系统是相互连接的, 那么如果是国内的, 他希望使用中文界面的这种用户呢, 他可以在我们的系统里直接提交数据, 然后这个按照我们的这个原数据的规范来提交, 我们会转换到CrossWive的系统里, 这样然后可以把这个CrossWive注册的结果再反馈回来, 所以我们就提供系统级别我们也是有这种支持的, 然后呢还有这个跟CrossWive的沟通协调啊, 这些我们都可以帮助去协调, 然后CrossWive这个参考文献链接呢, 这个也都是支持的, 还有这个包括这个这个相信检测啊, 英文论文的相信检测, 我们这边也是可以这个代理开通这个服务的, 同时呢我们还这个如果是我们代理的这个CrossWive的这个会员呢, 我们还赠送中文DI的这种会员的服务, 这样呢就是你注册到CrossWive的这个原数据呢, 在国外和国内呢都可以检索到, 那么这也是一个优势吧, 好下一页, 具体的这个服务流程呢是这个大家先申请会员, 如果是新会员呢先要填写中文的一个会员申请表, 如果是这个老的已经是CrossWive会员了, 但是还就是希望改到我们这边代理的话呢, 这种情况也是挺多的, 然后这种情况下呢, 你原来使用的DI的前缀是可以不变的, 然后这样呢就是这种情况下呢, 你要就是在他的网站上, 或者是这个就是完全申请的新的代理会员的, 都是要在这个网站上来这个, 在CrossWive的网站上, 有一个专门的万方数据赞助机构的这个专用的页面, 大家点击这个页面, 然后在那上面填写一些信息来申请, 成为由万方数据来代理的这种会员, 这是这个申请会员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还同时呢可以开通, 就是如果是英文论文的话, 英文期刊可以申请开通这个英文的论文检测服务, 当然这个服务是可选的, 但是同时这个服务确实对英文期刊是非常有用, 而且通过CrossWive去做检测呢, 这个费用是非常的低廉的, 这个申请的时候呢, 就是在CrossWive网站上, 它会有一个专门的网页来审查这个期刊的网站, 是否符合它的要求, 如果符合要求以后呢, 就可以申请开通这个服务, 这个之后呢, 就是可以签署这个就是一些代理服务的这种协议, 那么包括中文DUI服务的协议, 然后有授权万方代理CrossWive服务的这个协议, 还有如果你要选了检测服务的话, 那么也要授权万方来代理这个英文相信检测服务的这个, 要签署这么一个授权协议, 这是签署协议的这个过程, 然后就是预收一些费用, 我们这边会这个预收一些注册服务的费用, 如果你要是要做检测服务的话, 那么也要会收一些这个检测服务的预收费, 这些这个这些步骤完成了以后呢, 就可以开通这个这个系统的账号, 那么包括CrossWive系统的账号, 以及我们中文DUI系统的账号, 那么你也可以使用相同的这个账号名称啊, 这都没有关系的啊, 开通账号以后就正常可以使用这个系统里和各种的这个这个功能啊, 这个这个和服务, 呃在收费这一块呢, 因为CrossWive它是每个季度要要核算要结算费用的, 呃, 但是我们的代理会员呢, 我们就不想给大家那么复杂, 呃, 我们我们是每个季度会跟您核算费用, 但是我们收费呢是一年收一次, 就年度最后给您结算一次费用啊, 这样呢就是给大家这个交费啊各方面都提供一些方便, 包括开发票呢也是由我们来给您开, 这些都是比较方便的, 嗯, 好, 下一页, 啊这个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啊没关系这个啊刚才说的这个注册流程啊刚才这个页上有一个这个我们有一个专门的CrossWive代理会员的签约流程, 这个如果咱们那个希望签约的时候我们会发给大家按照这个具体的流程来啊进行很一步一步的操作吧也是比较容易一些好的, 好下一页啊刚才是签约的那个流程了大家也都比较关心这个注册的流程啊啊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啊开通了中文DI系统和这个CR系统的这个账号以后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注册的工具就比较简单的一些注册工具啊而且提供啊我们这边有有这个API 接口如果大家的系统想跟我们中文DI系统就比较简单的一些注册工具啊而且提供啊我们这边有这个API 接口 也可以通过这个API 接口来对接啊然后这个开通账号以后呢大家啊这个啊出版出版社或者这个编辑部这边呢就按照我们这个中文DI的规范来编制DI码来加工按照原数据的规范来加工注册的这个这个原数据啊注册以后呢这个就是提交了这个注册数据生效以后呢啊 大家可以在这个系统里去注册数据也可以更新原数据就说如果比如说大家已经注册的这个论文啊这些数据比如说你的网站地址更新了那你不需要去重新注册DI你只需要把这个网站地址这个在原数据这个块更新一下啊这个是保证这个DI的链接的持久性的一个很必要的一个步骤啊除了这个注册和更新以外呢就还可以在这个系统里去查 查询引文的DI啊然后啊查询和统计这个背影的情况等等嗯然后同时呢如果我们有这个我们的会员有这个纸刊哈也可以去在纸刊上印刷DI码然后在我们的网站上呢去发布这些DI码嗯然后点一下啊当然麻烦你啊好对如果有这个 这个我们合作的网刊系统的话那么可以通知这个网刊系统就是在那个你加入会员以后你就啊通知这个网刊系统来啊开通这个自动注册DI的功能其实就是在网刊系统里一键注册的这种功能还是很方便的嗯然后如果是这个在网刊系统里自动去加工转换数据呢也就不用咱们编辑部太多的才做一些手工的这个工作了而且这种原数据的质量也是比较高的 嗯然后在网刊系统里头进行一键注册更新同时也可以上传这个引文的数据哈由这个网刊系统自动取回这个引文的DI在发布这个环节呢网刊系统会自动发布DI并且提供DI的链入和链出的链接这些都是比较方便的嗯下一页嗯然后刚才就说了注册这个功能 后边呢就是呃再概述一下这些呃可以使用的主要的服务哈包括DI的注册引文的链接刚才包括呃有的呃有的老师已经在问哈这个呃背影链接啊这些背影的统计怎么用啊这些都是可以呃背影统计这块CourseWive是免费使用的呃然后就是修改原数据这块呢一般就是主要会修改URL地址 那么其他的原数据也可以改比如你真的题目里都弄错了或者什么样的哈啊或者你那个一些优先出版的刊它开始没有7号也没有页码那真正的呃这个这个出版以后呢那你可以把这个呃7号给更新上去这样将来别人去引用你的时候这个数据就更加准确了嗯然后这个英文论文的这个检测服务是可以可选的 啊呃注意事项呢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提交XSummer文件的时候啊呃这个我们是有语言标签的有中文语言也有英文语言那么大家呢要这个呃使用这个标签把中英文的内容区分开或者呢你只保留英文的原数据如果你只是在呃这个CourseWive注册 如果你希望用英文能查到你的这个DUI的话那么你就保留英文的原数据因为现在中文的原数据呢CourseWive那边处理上还是有一些有一些问题的啊如果你要是双语那你要把这个语言标签给填好哪个是中文的哪个是英文的这个我们的原数据标准里头都会有的 然后他这边注册的时候呢是要求啊这个SSN是必备的啊是这种情况好下一页 那么啊多种的注册方式呢我们是有这种客户端填表注册的方式那么大家也可以直接用XSummer文件的方式 然后我们也提供这个注册系统的这种接口就是API大家也可以用好 这个啊点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DUI这个呃客户端注册的时候你可以填写Excel表 我们这边有一个加工模板你按着模板的这个呃这个信息去填就好了 然后通过这个左边这个客户端软件传上去他会告诉你这个填的合不合格啊 然后你也可以批量的去上传那个啊上传这个数据好的下一页 好的那么我今天介绍内容也就这么多 然后这个是CourseWave的一些这个啊这个方式刚才啊这个当然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那么下面这个呢就是我们中文DUI这个注册服务中心的联系方式 那么有网站有邮箱有电话还有这个啊我们的用户的一个QQ群 大家如果希望这个啊通过我们来做这个一些一些咨询的话 也可以及时的联系我们通过这些方式都可以联系到我们 好的谢谢 谢谢 谢谢郭主任 我刚刚大家的讨论非常的热烈 嗨 Vanessa uh shall I end my uh sharing and uh after you to uh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sure yes ok ok and yes we can put our videos on for the end of the webinar 大家也可以 也可以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这里直接语音来问也可以因为我看到 嗯已经有十几位老师都提出了提出了问题还有一些正在啊正在带解答的问题 可能嗯如果会后的话也可以大家通过support的邮件 嗯或者是像郭主任像中啊像比如说中文期刊的这个咨询可以向郭主任来来来来询问 或者是呃如果需要呃如果需要我来帮忙传达一些像COSRAF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呃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联系我呃我我我我是不是应该留个邮箱 我可以放在放在 ok 欢迎大家呃欢迎大家直接来进行提问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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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 I have enabled your video now if you want to put your camera on. Apologies that you could not do this earlier. 大家好, finally I can open the camera and say hi to everyone. I've left my email and WeChat to the attendees to see if they have any questions, if they want me to send on behalf of them to you to further inquiries. That would be fantastic, thank you. My pleasure. Guozhou,你好. Hi,你好,看到了. I see there's a question about journals and the proceedings, the prefix of how to apply for separate for journals and proceeding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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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Kong. 我这样这个这样对吗? 啊,郭老师,对,郭主任会会回复这个问题。 啊,我怎么好像输入不进去呢? 或者我语音是可以听到是吗? 对,就是大家在正在参加应该语音可以听到。 啊,这样的就是期刊和会议论文,其实你不用分开前缀。 你可以用一个前缀来注册。 如果你一定要分开前缀的话, 你可能在那个申请的时候要跟Crossout说清楚你要两个前缀, 或者你要申请两个会员, 那申请两个会员就比较不合适啊, 就从经济上来讲不是很合适。 嗯,对。 嗯,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可能来自董, 呃,董龙鹏老师的这个在中国创建的英文期刊怎么注册, 我觉得您也能回复。 好的,可以。 啊,那那个,呃,这个问题那个我也回复一下, 就是在中国创建的英文期刊,呃,您看是希望注册Crossweb的话, 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这边来代理。 啊,就刚才我们在那个这个什么上, 就PPT最后显示了我们的这种联系方式哈, 这个您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 或者现在我再说一下53个8, 010-5888-2665, 这是我们的联系电话, 010-5888-2665, 然后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个QQ群, 您就是在QQ里找群, 嗯,2771-20936, 就是中文DI用户群。 嗯,您加群的时候写上是什么期刊, 就是写上期刊的名字, 或者您单位的名字啊, 然后这样呢, 我们就到群里就是联系都很方便, 也或者打电话都很方便, 好吧。 我们现在已经有,呃, 有那么一百多个期刊吧, 都在通过这种方式来, 啊,来,来,来这个, 用Crossweb的服务。 好的,董老师,啊, 这个问题回复了, 好的。 看起来我们目前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回复了, 如果大家,呃, 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在线, 就是随时, 因为我们还有三分钟, 我们的Web呢就结束了, 看看谁, 大家可以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啊, 我觉得大家问题还是提很好的, 包括说没有使用OGS系统, 呃, 然后能否提供这个API, 这些问题都很典型, 然后现在因为通过程序和脚本的话, 要说实现,呃, 嗯, 无法自动去提交数据, 这些问题都还挺好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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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跟我们这边接口, 然后我们就跟CrossRef是接口的, 这样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技术支持会好一些。 嗯, 嗯, 我们说到一个新的问题说, 呃, 呃, 就是, 反正这是两种情况啊, 就是一种情况是说你的不同的刊, 有些刊在中文DI注册, 有些刊在CrossRef注册, 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你可能之前我是在中文DI注册, 比如某一本刊我在中文DI注册, 我后来又想转到CrossRef,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现在呢, 我们跟CrossRef的合作呢, 你可以做到, 就是你在中文DI注册的时候使用的这个前缀, 可以继续再丢, 就直接转到CrossRef的注册, 不止就用来的话。 或者转换来也是可以的, 这个我们之间是有这种, 这个转换的这个流程都很, 都是没有问题的。 很。 我今日能分析一下 好吗? So how many employees that CrossRef have been in China, and globally? we unfortunately 我们现在没有人员工员在中国 我们有40个人员工员 所以我们是一个小伙伴 但是大力量 大力量 对于人们 对于人们 对于人们的大力量 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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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研究研究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hopefully we'll have more employees more geographically diverse in future so bear with us on that at the moment we have staff in Europe and the US and one new staff member in Africa but we're also very lucky with our ambassadors that we work with across the globe and also the sponsors that help support Crossref members across the globe as well I think I see a question that some backfile data from the same journal if they have registered in Chinese DOIs already if they want to transfer to Crossref do they need extra fee? 呃,我来我来说一下吧 好好的好的好的 这个就是从这个转换这件事上 并没有额外的费用 但是就说你使用中文 DOI的费用 和使用 Crossref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你使用哪个服务呢 你就按照哪个价格来这个交费 这是这样 但是没有单独的转换费用 他说这个转换没有费用 转换没有费用 那正好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说如果转过去的话 需要做哪些处理呢 这个处理呢 就是说你这个要 经过这个转换的流程以后 你这个前缀要转到 Crossref去 这是一个处理 这个是不要费用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已经在中文 DOI注册了这些过刊 那你之前注册过的这个 DOI 转到 Crossref也没有费用 不用重新再注册一次 可以转过去 但是要有一些技术上的这个处理 要转过去 但是这个费用上是不会再额外收费的 那这个处理是由谁来完成的 这个处理是需要这个出版商这边 就出版社这边会员这边 他需要再重新提交数据的 需要重新提交数据 但是这个已经注册过的DOI 过看的DOI是不需要再注册 也不需要再收费 明白 明白 哦 the benefits of Crossref to join Crossref as Crossref member 张鹏老师 OK 如果是Crossref的这个Benefits的话 啊 sorry 我有一页PUT是可以可以再次共享一下 再 再 不好意思 搭建一下 啊这里 对就是这里就是关于Crossref的一个益处 首先我们的内容是建创建的是一种持久的引文标识符嘛 就是就其实最直接的是获得DOI 我们有有有DOI 然后在这些memor期间我们可以成为学术网络的一部分 然后成员之间相互链接提高研究的这种可发现性和重复使用性 同时呢 嗯 因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Mata Data 就可以与更广泛的更广泛的学术界来共享我们的语言数据 啊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有些Database 有一些工具有可能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 其实已经通过这种Mata Data已经传播出去了 嗯 同时加入Crossref之后 它本身的几个工具像Similarity Check Crossmark Certibye 还有现在的Founder这种就是注册 啊都是可以使用成为会员之后可以使用他们的服务 当然这个作为中文的就是如果是中文刊成为 呃就是呃那个郭主任这边介绍的也一样可以享受到这些工具 呃当然成为会员之后 就是能够我们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个主要指的是因为Crossref它是一个董事会管理呃的一个一个非盈利性机构 然后呢董事会其实都是由会员的代表组成的 所以所有的会员都有可能被呃为同事会推荐成为代表 然后我们就所有的会员又都有投票权 所以我们就有发言权来能够决定 Crossref进一步的一个工作重点 啊对这我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哈 好了啊 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是吗啊 如果要转到Crossref需要做哪些处理哈 这个我给大家简单解答一下吧 就是你是需要先跟我们联系 哪年到哪年的注册的DI要转过去啊 啊这样他会费用会给你做一些免除 然后你的数据需要重新提交 这是这么一个过程啊 啊主要就是这个过程 嗯 然后下面一个呢问题就是董老师问的说面向国际读者的英文期刊 是不是不适合用中文DI注册 嗯其实就是英文期刊呢 我们因为就是更推荐这个Crossref的服务 因为他的其他的一些服务比较适合英文看 你像那个刚才说的那个英文的相似性检测 对吧 这个这个他因为那Crossref那个使用的这个啊 这个提供的这个服务还是很权威的一个服务 而且通过Crossref去使用这个检测服务呢 是很便宜的 不到一美元一片啊 这个所以是价格上很优势的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哈 刚才这个啊 当然也介绍过的那些都比较适合英文看的 嗯 这个啊 这个老师问的这个像中文DI还是Crossref提交数据 这是你是指的那个 如果是通过代理的方式来 呃使用DI使用Crossref的数据吗 如果你要是说 呃这种方式 如果是使使用我们的这个代理注册的方式的话 你可以向中文DI提交数据 然后我们会把你的数据转换成Crossref的格式提交过去 这样你就提交一次数据等于在两个系统里就都有是这样子的 嗯 嗯 就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 对 然后你自己去给Crossref提交数据也可以 就是两种方式都可以 但是我觉得是你使用中文的这种方式可能会更 呃效益更效率更高一些吧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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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 本地的技术支持啊 这些的对 界面都比较熟悉一些 好的 好像我们已经回复了所有的问题 对 并 cau 同学方式 显生 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好的。 再次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会。 然后后续有问题的话, 可以像不管是郭主任这边的联系方式, 还有包括Costref的联系方式 都可以随时提供一下。 来进行一个inquiry。 再次感谢。 好的,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联系。 再见。 拜拜。 拜拜。